日常生活中,很多人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,而且失眠最为常见,每个人貌似都会有失眠的一些经历和烦恼的。 只是失眠的程度不同,往往很多患者都会抱怨,晚上老是睡不好,第二天也会影响自己的一些工作和学习的,肯定会出现些精神,情绪容易出现,那么经常失眠的话,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罪魁祸首的呢?究竟什么是你失眠的罪魁祸首呢? 对的,压力,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导致了你失眠,比如一次重要的考试或是会议,长时间以来的工作压力,孩子的健康,甚至是婚姻方面的问题,都会成为你失眠的源头。 大多数失眠的人会求助于药物,然而,安眠药的危害要远大于它的功效,对于这一点,似乎早就没了争议,那么,能不能不借助药物,也能平稳地进入最好的睡眠状态呢? 一,食醋催眠,有些人长途旅行后,劳累过度,夜难安睡,可用一汤匙食醋兑入温开水中慢服,饮后静心闭目,不久便会入睡。 二,早催眠,大早胃肝,含糖类,蛋白质,维生素C,有基酸,粘液质,钙,磷,铁等,有补皮,安身的功效,每晚用大早30到60克,加水适量主食,有助于入眠。 三,牛奶催眠,牛奶中色氨酸,是人体八种必需的氨基酸之一,它不仅有抑制大脑兴奋的作用,还含有能使人产生疲倦感觉的作用。 它是体内不可缺少的氨基酸之一,一杯牛奶中的,含量足够起到使人安眠的作用,可使人较快地进入梦乡。 四,小米催眠,小米除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外,小米中色氨酸含量为骨类之首。 中医认为,它具有健脾、喝味、安眠等功效。 食法,取小米适量,加水煮粥,晚餐食用或睡前食用,可收安眠之效。 五,莲子催眠,莲子清香可口,具有补心乙皮、养血安神等功效。 近年来,生物学家经过试验证实,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袋等成分有镇静作用。 每晚睡前服用糖水煮粥子,会有良好的助眠作用。 其实,如果是经常失眠的情况下,也是非常危险的。 很多人都可能会压力非常大,而且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,肯定会导致自己出现失眠的。 所以,大家一定要注意,尽量的应该,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和心态。 所以,我们大家就应该选择多吃一些,对于自己身体比较好的一些食物。 这样才可以帮助自己睡眠。